我的建议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接个电话 差怎么样了 那天晚上来到公司的人 除了分宿器之外 还有一个人 谁 小迪 我仔细看了监控录像 那晚进出过办公区的保洁人员 身上的功夫 与大厦保洁人员的很像 但款式的细节完全不同 先生 你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们店里有没有这款衣服 对不起 没有 你好 先生 你好 请问店里有没有这款服装 没有这款衣服 有没有见过这款服装 没有 之后我找了很多家老保商店 终于发现了一家 老板对她的印象很深 因为很少有人 只买一件功夫 萧迪就是那天晚上出现的公司 给文素希假硬盘的人 太说明了 我知道了 你吓我一跳 电话打完了 吃顿饭吧 我来吧 刀总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还是你了解我 说吧 我听着 其实素希假遭窃 是我干的 我那么做 其实是为了找一块硬盘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 难道你不好奇 为什么吗 我好奇啊 我好奇啊 那你为什么 要拿他的硬盘啊 我说过是他的硬盘吗 是我的硬盘 吃饭吧 你怎么不吃啊 有心事吗 减肥呢 将来还要嫁人呢 不胖 吃吧 我去 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 你吃饭吧 上次跟你聊完之后 我想了很久 曾经我也做过一些错事 爱错过一些人 但是现在我想跟过去说再见 我希望在未来 不管是家里 还是公司 又或者是在我身边支持我的那个人 是你 太突然了吧 就像你说的 我们都是生意人 何必浪费时间 在对谈的过程里 直接结婚 不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布 你是我的女人吗 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不愿意 我取一下洗手间 为什么 难道说她发现了 不可能 如果发现了 为什么说要跟我结婚呢 唐王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如果说这是场赌局 大宝 也只有一个人会赢 什么时候结婚 越好越好 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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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